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度总理莫迪上任之后祭出多项经济与产业政策誓言要改造印度 根据经济部投审会统计 2018年台商申请对印度投资件数为21件 总投资金额达到约3亿6千多万美元 相比2017年的投资金额成长超过12倍 科技产业像是鸿海去年投入建厂 华硕则已经站稳印度市场第四大个人电脑品牌 何硕则在印度进行初步的布局与尝试 经济部投资业务处副处长陈秀权指出 虽然台商投资印度的金额跟主要投资的新南向国家相比并不多 不过成长幅度却是相当亮眼 这也显示印度是台商近期比较关注的新兴市场 新唐人野台电视赵婷玉张力报道